北京时间8月16日 根据葡萄牙媒体竞赛报的最新消息 恒大中场古德利有奥利租借方式加盟葡萄牙体育 葡萄牙体育向恒大提交了200万欧元租借包价 并希望恒大承担古德利80%的薪资 今年1月份,古德利加盟恒大,表现一般 今年夏天,恒大引进了保利尼奥和塔利斯甲 撤销了古德利的注册 这也让他陷入无求可踢的窘境 葡萄牙媒体竞赛报指出 经纪人正在帮助古德利寻找下家 目前正在与葡萄牙体育谈判 据悉,葡萄牙体育已经向广州恒大提出了租借古德利一年的申请 并报价200万欧元租借费 需要指出的是 这笔交易最大的障碍是古德利的薪水 在尔维亚中场税后年薪高达500万欧元 葡萄牙体育担负不起 只愿意支付100万欧元的税后年薪 其余税后400万欧元 他们期望恒大来承担 这笔交易 知道 好了 porque 很